大家好 我叫柯虹 我来自贵州尊义 今年27岁 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酒吧的服务员 然后我们酒吧是有跳钢管舞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有看过一些钢管舞的表演 就是觉得比较性感 可能有点那种比较挑逗客人的那种感觉 酒吧里面跳钢管舞的舞者 待遇还不错 收入比较高 那我就想着那我要不然也去试一下 接触了钢管舞之后 大概有快两年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视频 视频里面的女孩子做了很多 就是类似于竞技体操的这种一些钢管舞的动作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真正让我改变了对钢管舞的看法 原来钢管舞可以做这么多不一样的动作 原来不只是和我之前想象的在地面上扭啊 或者这种之类的性感去博取观众的眼球 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钢管上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看着好像是那么的轻松 但是当他自己尝试过后 他会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你要主动 主动 对啦 脚背抛起来 脚背 收紧 来啊 怎么又下来了 一条腿也要抽紧 再来 另外一条腿就 因为感觉钢管舞的话 它是比较美的一种舞蹈 以前在我老家那边 那个舞蹈师 它是有街舞跟钢管舞的 然后钢管的那个老师 很支持我 很看好我 当时第一次的话 是在手机啊 那些平台上看到的 感觉超级厉害 超级美 我想去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要上一个舞台 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老师 去培养更多的 更多的人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断地去创新一些新的东西吧 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自己去需要做一些 更多方面不一样的一些提升吧 让更多就是还不明白这个钢管舞 或者说一些刚入门的一些钢管舞的一些人 让他们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正确钢管舞 在这根杆子上可以发生那么多不一样的动作 和不一样的情感 它可以当成就是完全是你在孤独 或者说你不开心 或者说任何一种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是你的一个倾诉对象 如果他是要选择学钢管舞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鼓励他吧 我觉得会让他去尝试 对吧 因为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就是比较让更多大众的人去接受了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改变了对就是钢管舞的看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能想到或学到钢管舞的时候 然后想到他们都知道有我这个人 用艺术盘一个挣托斗 与簸什么地方 与你自然 Нは谁 与你你走过一个心中 你走过一托 我旅行的通路 我叫你走过一托